容易变质 只要注意大厨说的这些细节 在家也可以做出如此美味的赎醉屑啦 完整的菜谱呢 我们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 会放在我们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上 若大家来不及记录或者怕忘记呢 只要关注我们陶醉厨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出厂的这位大厨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但有些小小遗憾的是 这可能是他近几年啊 最后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录制了 因为他要出国深造了 有这样一位80后的年轻大厨 从小喜欢做菜 喜欢钻研 喜欢摄影 喜欢记录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 我很喜欢摄影 不管是环境 还是摄影人物 还是是我做的菜来说的话 我都觉得是一种纪念 未来老了之后回头看看 就能看见我自己的厨道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江文宇 从航16年 初初忙碌的他曾在和平饭店工作学习 还曾多次上过我们的节目 我非常热爱做菜 我的梦想是把中餐发扬光大 然后我坚信料理是能够为人们带来幸福的东西 一路走来 它的成长已进步 我们看在眼里 历练的不仅是厨艺 更是心境 虽然美食可以带给大家幸福 但是作为厨师 总归会舍小家为大家 像这样 全家人一起吃饭的画面 已经大半年没有过了 孩子很辛苦 早晨天理的时候很 因为他们上班应该是十点钟上班的 然后他往往往到十二点钟 十一点钟再回来 我现在回过来看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小实际上就是两个字热爱 因为热爱他所以不怕吃苦 因为热爱他是千万百气的动脑 因为热爱遇到许多困难 他还会白字不浪地往前去走 其实从初二的时候就喜欢做菜了 那时候正好再放一个片子叫 中华小当家 然后我就看来挺有意思的 像觉得做菜像魔法一样的 撒点东西 然后火一烧 一个菜就出来了 觉得这有可能是我上网的一个职业 因为热血的动漫让他越发图强 因为热血的动漫让他坚持梦想 所以在料理的创作上 会吸取各国的手法 你中餐我觉得我会把这条路走到底 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被中餐所协取 可以是这个食材 可以是这个调味料 可以是这个烹饪的方式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创新这东西要打好基础的前提下 把别的东西借为集用 今天就让他教我们一道家常创意料理吧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比较家常的青椒炒鸡块 然后我还会融合这东西是叫做青子冻 原材料如下 大家赶快学习起来吧 第一步去骨 第一步我们是用刀尖沿着鸡的这根大腿骨往下走 然后我们在另外一边 第二刀是这一圈 都是贴着骨头走的 下一步我们就把这个骨头给拿下来 接着将鸡肉切成均匀的小肉粒 就可以进行腌制了 首先来点底味 酱油 料酒 把这个酱汁 葱汁给捏出来 然后去把它加进去 随后放入一片大蒜 一点蛋清 搅拌均匀 静置十分钟 接着开始煮毛豆 像豆类的食物 在炒之前 最好加入盐煮一下 这样不仅颜色鲜艳 口感则更佳 接着进行最后一个准备工作 废物利用 这鸡腿骨头 其实可以剥软掉 它稍税 大火去炖 直接把这个鸡里面的骨头里面的鲜味给提炼出来 最后进行炒制 好 放的时候可以把鸡皮往下 然后鸡皮可以煎得更香一点 将所有食材一同炒制 放点酒 取心提香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前面的毛豆了 好 然后加一点前面的汤 哎呀 完了就转小火 盖上盖子 焖煮一分钟 就可以加入盐 胡椒粉调味 最后打入鸡蛋 注意哦 这里的鸡蛋和蛋清要分开下去 你可以选择简单食材简单做 也可以选择简单食材复杂做 但只有注重每一个步骤和细节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料理师 去日本这个鸡鱼 其实是我的福报 有这个福报其实是日积月累的东西 那时候最早我见过叫不忘初心方的始终 那我觉得不忘初心这四个字 我想用一辈子去建制它 就是从做厨师这一行 把中餐做好 把中华料理发展宏大 在北海道 为国争光 我们下一个小时期之后 我们下一个小时期的